你敢信可乐的气体竟然比百事的多 先看视频 先找到两不要钱的杯子 分别倒入河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看它们的效果 河口的泡沫真的要比百事的多很多 到现在河口可乐里面还有泡沫 百事早就已经干干净净的了 你不会以为这个实验是真的吧 其实真正的效果是这样的 两个的泡沫和消失的时间都差不多 只不过第一次的时候 我把可口可乐里面底下先放了盐 盐和可乐发生了反应 所以说显得它泡沫多 现在再看看其实它两个差不多 两个可乐混到一块什么味 一个简单的测试 看你的作业是不是真爱 如果世界禁止写作业了 你表情包第四个表情 就是你现在的心情 所以你的是什么呢 据说学生党不能用这个手势 同时完成点赞和关注 看我的第四个表情是什么 这个 一个很开心的表情 看下我是比较喜欢学习的 臭不要脸 再次第二个 点赞 关注 点赞 完全没办法两个头战 你能不能做到呢 我研究出来第三种可乐 少奇可乐 味道还不错 nice 再看下一个 硬币能浮在水面吗 恐怕是天方夜谭吧 如果你先把硬币 放在一张吸水纸上 再把纸连同硬币 一起放在水面 吸水纸吸满水后 会沉入水底 留下的硬币 似乎是忘记了下沉 独自漂浮在水面上 这其实是利用了液体的表面张力原理 硬币能浮在水面上吗 恐怕是天方夜谭吧 那如果连同一张纸一起放在水面上呢 还是掉下去了 如果连同一张纸一起放到水里面 啊 还是一起撤下去了 还是撤下去了 那到底我哪边做错了呢 屏幕填的你知不知道呢 纸片的薄边上 能放稳一枚硬币吗 如果把纸片先对折起来 形成一个夹角 把硬币放在夹角上 再将纸片从夹角 扒成一条直线 硬币就稳稳的平衡在纸片上了 纸片的薄边上 能放一枚硬币吗 很显然不能 如果纸片折一个夹角 把硬币放在折角上 再慢慢展开 哎呀还是不行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